对方的这板球我们批长了 它就不太可能能搓短了 我们只要做好充分的打长球的准备就可以了 比赛的时候总有一些球是我们计算不到的 对方打到了我们的计划外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呢 就比如说这个 我们发对方的防尔短球后 对方回摆到我的正手位 角度比较大 对方可能是想摆短后我回摆 他直接上手 但是从我的角度呢 上部回摆会比较危险 很容易出台 而且这个质量会比较低 但是如果我批到对方的正手位 肯定是比较劣势的 对方正手发力会更充分 拉的质量会更高 我下一板很吃亏 我最优选项肯定是要批到对方反手位 就算对方上手了 质量呢也会比正手略低一点 这个战术最关键在于落点怎么选择 我们对的这个对手 正手确实是比反手好 但如果同样的球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 是个正手差一点 反手好一点 或者是步伐差一点的对手 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这个套路对方在摆短的时候 肯定是质量比较高的 我们要注意上部一定要上到位 如果脚下步伐上不到位的话 这种球批出去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我们步伐上到位 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球 把握会更大 这个套路在实战过程中 还有可能对方摆短后 就做好了一个拉长球的准备 所以我们第一板球 批长的目的要明确 就是要把质量打出来 降低对方回球的一个威胁 我们批长以后 都是要主动的还原 退出台内球的位置 这个战术呢 是一个被动的战术 在发球环节被对方主动摆短 限制了上手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应该去怎么挽救被动的局面 打破对方原来的这个套路想法 转为主动的进攻 毕竟比赛不是每一个 都像我们想的一样会去发展 总会有瞬间啊逆境 在被动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积极地去应对 去调整 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